美国总统拜登周六批准德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以便取得更多联邦救援金 德州的暴风雪已持续约一周 部分地区气温曾跌到零下22度C 一度有超过400万户停电 周六稍微回暖后 全州电力已几乎恢复 然而地温所带来的危机 接踵而止 我们已经在这几天的水平 我们已经用了最多的水平 冲纪录低温导致水管破裂 德州约1300万人缺乏干净饮水 必须把水煮沸后才能用水 但不是所有人家中都已恢复供电 为有瓦斯可以煮水 谢谢神经病我家里有油 然后昨天前我去找油 也很难找油 还有水煮沸 没有水煮沸 然后人们在谈论和战斗 之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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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局除了要忙着恢复电力 和修补水管来恢复供水 还得顾及停摆的炼油厂 和荧幕面结冰导致被中盾运输的大豆和玉米 要让德州恢复正常就需要花钱 而拜登批准德州进入灾难状态 此举将为个人和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联邦救助金 包括协助证实安置住处 修设房屋和低利贷款等 拜登也表示 在不妨碍救援工作的前提下 会亲临德州 视察栽警 维修新最后报道